那片山坡地滿是塵土 一片霧萌萌 往下一看全是一塊又一塊的落石 巨大落石非常驚人 挖土地一下又一下不斷挖 咬挖根本不敢停下 工程人員抓緊時間搶通 花蓮大雨下不停 原本就不穩的邊坡地 根本經不起強勁風雨摧殘 何人崇德路段土石滑落 連續幾日來還沒清完又發生 而七號下午因為強降雨 工程人員緊急撤離 強通作業不得不中斷 二十八號上午 工程人員帶著工程帽 盯著獵羊持續進行強通作業 同時出動多台怪獸 台鐵花蓮站往北回的方向 仍然停止難回 則是正常運作 而原本預計何人崇德段 二十九號強通 如今也要再延期 得等到八月三號才能通 一項目的